嗨各位 距離NHNOW正式發售也已經經過一個多月了 大型活動也辦了9月的角龍社群日 還有外帶一個地方媽媽 黑角龍 10月也出了一個櫻火龍太太 外加了最近10月底的萬聖節活動 剛好最近有觀眾在問我 覺得說未來有哪些魔物會加入到NOW的系列呢 研究一下目前官方活動的營運模式 還有內容上的一些小規律 再加上一些解包的小道消息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接下來更新會有哪些魔物的加入 那當然實際情況還是以到時候的更新為主啦 今天這集各位就當作是一個Talk節目 聊聊天也可以在留言區表達你的看法 那影片內容會含有解包消息 如果會在意的玩家還請斟酌觀看唷 那廢話不多說啦 我們正片開始吧 Let's go 話說最近休閒除了玩NOW偶爾打大龍 這兩天也有一款我很期待的手機遊戲 重返未來1999終於上市啦 這款策略卡牌遊戲不僅畫面精美角色又很香 如果各位覺得螢幕太小 也可以考慮用這款地表最強夜神模擬器 不管你是Android還是iOS的手機 我們直接用電腦去他們的官網下載程式 之後再打開它夜神模擬器的APP 直接用Mail去登入Google Play 就可以下載各個好玩的遊戲啦 像YG有這件手機很爛啦 有些想玩的遊戲玩一玩就閃退 好險這個夜神模擬器它穩定度夠高 而且還不容易卡頓掉陣 讓我不用換手機也能爽玩各個手遊 旁邊還有很多小工具讓你用 例如操作錄製可以讓你輕鬆一鍵掛機 或是模擬器也有支援手法跟劍鼠 我們再也不用在那小小的手機屏幕上點來點去了 還有它這個夜神多開氣 可以讓你一次開多個視窗玩手機遊戲 不管你是要拼手抽 還是說你想要當時間管理大師都非常的好用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點我的影片說明欄連結 一起用夜神模擬器在1999見面吧 從9月和10月的活動 我們可以先看出一個規律 那就這兩次活動新加入的魔物都是現實出現 而且還都是牙種 雖然黑角龍那個時候的活動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很正式 官方也沒有去特別講 原因像是黑角龍自己偷跑出來 不過照這樣的規律來看 之後每個月或許官方都會辦一次現實活動 然後族群會鎖定在牙種 或者說不是原生種的魔物類型 這個月又多了一個萬聖節活動 可以推測說之後的特定節日 像是12月的聖誕節或是跨年新年等等 都會有特定的活動 畢竟是手遊嘛 跟節日去連動其實還算是蠻正常的 之前南云廷旗下的Pokemon GO 就有辦過類似的活動 假設每個月都會固定出一隻現實魔物 那11月基本上蒼火龍出現的機會很大 會這樣推測呢 首先前兩隻牙種魔物都是屬於比較後期的魔物 再來是官方一個月前有發布過這張 吃火跟火龍共舞的圖片 雖然說可能也是巧合而已啦 但如果說有暗示什麼呢 再加上最近陰火龍也出了 那下一個對應到的就是火龍的牙種 藏火龍 那當然啦 最有利的證據還是網上解包 有發現藏火龍的資料 這隻藏火龍會弱兵跟龍鼠 我們的兵鼠武器總算是有點用處了 不過以現在官方照著實戰之原生魔物的牙種 來出的套路 你可能會想問其他的牙種有沒有機會 欸這方面其實是有的 上次TGS官方就確定說12月會加入雷狼龍 這就代表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在世界冰原那代雷狼龍是在冰原的時候才加入的 這就代表說MHNOW至少12月或是未來 魔物將不侷限於世界的魔物 而是會慢慢去加入冰原的魔物 所以即便是後來冰原才新增的牙種 也是有機會加入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目前MHNOW原生種的牙種有誰 獨妖鳥的牙種 到了Icebone首次出現的水妖鳥 女龍牙種世界推到龍結晶之地的時候出現的龍炎龍 不過唐初以我自己是覺得他出的機率比較小 主要是他生存的環境是在岩漿地帶 MHNOW除非是去新增地形 不然出龍炎龍其實還算是蠻不合理的 再來一樣是Icebone出現的飛龍牙種必毒龍 雖然他的生態是只有出現在冰原地區 但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把他放在森林或是沼澤 我總感覺沒有什麼毛病啊 這次如果到時候有出的話 就是有些武器會是麻痺屬性 有些是毒屬性 當年妥妥的一隻糞龍 Icebone登場的浮紅龍牙種 浮眠龍 不過MHNOW目前沒有睡眠屬性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加入 雖然說我也不知道這一代加入睡眠屬性可以幹嘛就是了 蠻耳龍的牙種 雷鱷龍 相信是各位當年的惡夢之一啊 我個人覺得這隻出的機率很高 因為目前雷索武器只有飛雷龍做擔當 這隻又是在各個生態系會出現的魔物 而且還是蠻耳龍的牙種 只不過到時候大家可能在打他的時候 會再噴一波水就是了 雙二瘋飄龍 這隻不是瘋飄龍的牙種 而是當年受到冰原影響才形成的特殊個體 不過MHNOW現在也沒有冰原的生態 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機會加入 那除了這些牙種以外 我們也可以從武器的規律去推測未來可能加入的魔物 目前新出的兩隻牙種 黑角跟陰火 不是說會吊打原生種 而是說各有所長 例如說黑角龍他的弓箭 他的攻擊力明顯是比角龍高出很多 但缺點就是多了30%的複惠心 陰火太刀比吃貨太刀物理攻擊面板還要高 但是毒屬性質就比較低了 畢竟這一代不像世界冰原那樣 把牙種素材直接拿來升級原生種 那我這一代是牙種會獨立出另外一把武器 那除了這個各位還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規律 我們以太刀為例 各位可以發現 菲雷太刀 女魚太刀 蠻鵝太刀在同一個階級 他們的物攻屬性面板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這個不只太刀 同一隻魔物 同一個位階的其他武器 例如說菲雷龍的太刀跟菲雷龍的輕弩 全部的面板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是巧合嗎 嗯 我不這麼認為 再來看看風飄跟火龍太刀 這兩把的面板也是一模一樣 但是跟剛剛那三把同樣五階去相比的話 明顯是屬性值較高 物攻比較低 那這個就代表說目前武器的分布 同一組魔物他們的武器特性面板都會一模一樣 例如說菲雷龍 女魚龍 蠻鵝龍 他們三隻就是一組 那火龍跟風飄龍是另外一組 我們說菲雷龍那組的武器算是物攻高屬性低 那火龍那組就是物攻低屬性高 那目前可以這樣去比的有火屬跟水屬 值得一提的是水屬性 菲雷龍是屬於物攻高屬性攻擊力低的那一組 但是中分割呢 他的物攻更高 屬攻更低 所以如果要講更完整一點的話 魔物我們總共可以分成三組 不過如果按照我上次這支影片說的 我們已經知道屬性武器的傷害 就是物攻去加屬攻 那各自的總傷害推算出來 三組武器誰強誰弱 應該就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了 那未來官方在出新魔物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是把這各自 三種不同的組別的魔物給補齊 但這方面也不一定 等等我後面會舉個例子 那至於異常屬性 毒屬性也有同樣的機制存在 例如說磁火龍是屬於物攻低 毒屬高 那毒妖鳥呢則是接在中間 陰火龍呢則是物攻高 毒屬低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大凶惡龍的武器 他的面板跟毒妖鳥的面板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按照這個規律啊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火屬性 目前已經有蠻惡龍跟火龍 那蠻惡呢是以物理為主 火龍呢則是以屬性為主 假設11月呢真的要加入蒼火龍的話 我們將會迎來第三把火屬性武器 那按照剛剛的規律呢 到時候蒼火武器的定位 很可能是會去補到火屬性武器的第一組 也就是物攻高火屬低的部分 那但是呢這邊就是一個 蠻奇怪的一個地方的 照道理來說啊 蒼火武器會比火龍還要強 沒道理說他會是第一組的火屬武器 除非啦官方根本就沒有在 Cure屬性強度吊打物理這件事情 或者說我個人是覺得 之後的屬性武器說不定會多個彗星之類的 畢竟現在屬武器呢 還沒有出現一把是有這代彗星的 不過講真的 未來火屬武器的候選魔物其實還蠻多的 不考慮古龍的話呢 還有斬龍 慘爪龍 還有暴鎚龍 都蠻有可能會在之後加入 那雷屬性目前各位已經知道 12月會有雷狼龍了 那按照剛剛的道理呢 雷狼武器會被歸類在第三組 也就是屬性高物攻低的組別 強度是優於飛雷龍的 這樣聽起來也蠻合理 那第一組的雷屬武器呢 不曉得世界的炫鳥會不會在未來加入 這樣的歸類也算是蠻合理的 那斬屬性目前呢 我們可以想到三個人選 首先是冰羽龍 魔組跟羽龍是一模一樣 所以未來想要實裝應該是不難 但一樣他有生態的問題 這隻以前就是只會出現在冰原地區 如果他今天突然給我在沼澤裡面游泳 那我真的是會傻眼 那冰羽龍的話就也是一樣的問題了 只會出現在冰原地區 這樣看起來最有可能出的 就是沒有生態問題的猛牛龍了 實際上解包也有發現猛牛龍的資料了 所以未來不知道這一隻是會直接加入NOT 還是說以現實活動的方式加入呢 那我個人認為是前者 再來呢是水屬性 除了我剛剛說到的水妖鳥 世界邊緣好像也沒有幾隻水屬性魔物了 除了古龍種的冰波龍我們先不考慮 我個人是覺得古龍要加入應該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 所以尼魚龍呢 他雖然說是第二組的武器 但應該還是能用好一陣子 那當然啦 還有龍屬性 這代龍屬性真的是很迷喔 從開服到現在 一直可以看到火龍家族有龍屬弱點 但到了10月他才給了一個櫻火龍的弓箭 布萊龍屬區排除掉古龍的話 我自己認為最有可能上的會是雷狼龍的牙種 玉狼龍 但感覺是不會出在離12月很近的時候 那另外一種可能就是殘爪龍的牙種 胸爪龍 但前提是殘爪龍有實裝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結果了 那就是恐暴龍的回歸 雖然說應該會很刺激 但這一代藥水已經很不夠了 拜託你啊 晚點再來亂 好啦那總之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異常屬性的部分我就不多聊了 畢竟我也不是很愛用 影片又怕拍太長 那這部分就留給觀眾們在留言區分享吧 那之後我可能也會像這樣子 定期做這類的魔物talk的節目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幫我按個讚 或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不想錯過更多影片 也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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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